交通堵塞 猪爷爷和猪奶奶再给佩琪一家准备午餐 我又从地里挖了一些土豆出来 哦 猪爷爷 我们的土豆已经够多的了 吃土豆的话多少都不会嫌多的 好吧 把土豆放进烤箱里吧 他们一会儿就到 我们有的是时间 现在才十一点 佩琪一家人已经在路上了 我们该早点出发的 我们又要迟到了 别担心 猪妈妈 我们还有大把的时间呢 我们每一次去爷爷奶奶家的时候 都会迟到的 这次不会了 我找到一条新线路 会避开所有的交通堵塞 哦 没想到会这样 佩琪一家遇到交通堵塞了 动都动不了了 瞧 那是小狗丹尼 还有他的爷爷 小狗丹尼和他的爷爷也遭遇交通堵塞了 你好 佩琪 你好 佩琪 我们要去我爷爷和奶奶家吃午餐 可是我们快要迟到了 已经一点钟了 他们迟到了 就和以前一样 你的土豆怎么样了 土豆还没好 还要再等一会儿 我是猪奶奶 你好啊 猪奶奶 我们遭遇交通堵塞了 别担心 我们这儿也没好 爷爷的土豆做的有点多了 一会儿见 可怜的孩子们遇到交通堵塞了 这样看来还有点时间让我再多做些土豆 说的没错 我们真的好慢啊 我们永远也到不了爷爷奶奶家了 佩琪说的对 我们得换一条路 但地图上没有显示有别的路 我知道一条小路 大家再见咯 我们要去走小路了 再见了 佩琪 祝好运 猪妈妈开上了一条小路 躲开了交通堵塞 但是这条小路非常的不平 真有意思 你确定是这么走吗 相信我 你们好 鸭子们 我们在走捷径呢 瞧 又能上主路了 干得好 周妈妈 可是我们还是落在丹尼的卡车后面 你好 欢迎回来 糟糕 看来妈妈的小路也走不通了 好了 都准备好了 好了 都准备好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的土豆做好了 午餐准备好了 但佩琪一家人还没有到 我是猪爷爷 请讲 我们离你们家不远了 但是交通实在太堵了 动起来就像蜗牛 而且是一只非常非常慢的蜗牛 他们就快要到了 但还是在交通堵塞中 可怜的孩子们 这样食物都要变凉了 我有一个主意 我去把小推车推出来 猪爷爷想做什么呢 猪奶奶 帮忙把午餐放到小推车里面来 好主意啊 猪爷爷 如果说他们不能过来吃午餐 我们就把午餐拿到他们那里去 瞧 爷爷和奶奶来了 爷爷的推车上是我们的午餐 你们好啊 我来给你们送午餐了 小狗丹尼和他的爷爷 可以和我们一起吃午餐吗 这些足够你们大家吃了 太好了 吃午餐 做得好 幸亏你做了这么多美味的土豆 吃土豆的话 多少都不会咸多的 吃吸氧 ię骗 枪 吃